回应台湾社会各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慈激各种议题的高度关注 慈激基金会在昨天召开了统一说明的记者会 今天各大媒体报道之后 媒体还有继续关心其他的议题 比方说今天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于慈激美国总会的财务状况 那么慈激美国总会的副执行长 葛记者师兄他人正好在台湾 今天下午就在花莲的晋思堂 召开了记者会向各界的媒体说明 那么今天大家关注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慈激美国总会 是否有做短线的股票操作 买进卖出的这种持有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 慈激美国总会所投资的标的里头 是否含有所谓不当的股票 针对这两个台湾各界关心的议题 美国总会都有详尽的说明 慈激基金会17号下午 针对慈激美国总会持有基金 对外说明 慈激美国总会是在美国立案的 File 1C3的慈善基金会 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法人 慈激美国总会的财务是独立运作的 那所有的善款是在当地募集 用在当地 不是从台湾过去的 并持取之当地 用之当地的原则 并为了保值将部分资产做投资规划 美国各大慈善基金会 都会将他们部分的资产投资 规划以保值 实际美国总会的董事会下 有设立了投资管理委员会 这个管理委员会 聘请理财专员直接投资管理 基本上是以保值稳健的方式 投资在定存债券基金 并不会直接进场来操作股票 所以请大家放心 慈激美国总会是以标准普尔500指数 为投资标的 由专业经理人判断 现场记者也提问 针对美国总会在2009年前 曾经投资波音以及烟酒上一事 葛晋舍表示 已经向经纪公司说明剔除 我们确实需要改进 如果确实在以前是有 那未来如果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这方面 慈激美国总会表示 感谢各界的关心与指导 相关投资未来会更加严谨 大一新闻花莲综合报导